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创商会的节目 有得谈在上一集我们就和胡先生谈了很多关于医疗的东西 和我们分享对于生物科技的一些看法 未开始之前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噴霧一式的机器 胡先生常常拿着这个机器 我想你亲自和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里面有一种Sellated Platinum 很短时间将1米以内的病毒菌都杀 我就周围都拿着 很多人以为你常常拿着中药和暖水壶 其实是Diffuser 这个里面的Solution 我了解 因为我看过报告才用 都是厂商会来做过Testing 你做过Testing 他又去美国和日本做过Testing 三年了我就永远带着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去哪里也带着了 保护自己 招牌 招牌 这正是香港的 这个Solution是香港人做出来的 又是贵会去做Creditation 又是外国做完 所以这就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 香港製造 香港产 是的 香港这么好的产品 我们又如何再发扬光大呢 所以我们经常在工业界来说 经常在工业化 再工业化 不是在香港生产线 而是我们在上游的工业里面 是如何研发制度标准设计 我们有这么强的一个科研的成就 大学的科研都在八强里面 我们都佔了五席位 所以这些就很好地利用 再加上是这么强大的工业的生产线 在内地的厂房 甚至乎现在我们中国加一 人都逼我们走的 我们又要去到东盟的国家的生产线 另外在那边又有车厂 车厂也有生产 两边都可以做的 所以香港在一个 刚刚好像一个hub 的一个点 射到台湾区也好 国内也好 或者是东盟国家也好 所以香港的地位 未来是非常有前途 匯长你刚刚说过再工业化 我很赞成 我们讲的再工业化 由上游 由开始研究 标准 设计 很多人 我怎么想你 其实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 就是标准 这个standard 这个正正是今天我们香港 的长处 我们最大的优点 这个正正是我们今时今日的call value 这个大家都要想标准是很重要的 有认受性 有认受性 这个很重要的 是 Anthony 内地医疗市场的情况是如何 和香港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内地医疗市场很庞大 也是正正一国两制中间 是真的有些差异的 香港我们公私营 就是两条腿走路 譬如香港的医生一半在公家医院 一半在私家医院 当然病床九成在公家医院 10%在外面 这个分配就希望越来越来好少少 但国内大部分最好的医院 全部都是公营医院 私家医院真是很少 多数被外国公司 香港公司去 但是市场发展得很快 你看这10年来 国内医疗发展得很快 医疗改革等等 因为我当时是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的专家委员 我认为国务院中央医前卫生部 现在卫健委的首席顾问 所以整个医院里面 我都参与了很多 也看到由20年前 国内的医疗到今天 已经进步了很多 但是仍然大家都知道 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空间的发展 国内的领导觉得 我都觉得国内很多医生 真是很厉害 譬如举个例子 香港700万人 如果说移植 香港一年移植多少个呢 心童肝一年移植100个呢 中山医可能一个星期 一个月都不止 你是不是有多些机会去练习 去做这件事 再提出刚刚几个星期前 这个就是全香港有史 第一例 就是一个月大的BB 心脏 在深圳运过来 这个是大家都很开心 非常成功的手术 但是中间的经历 大家都很多不知道 因为没有这个机制 那怎样呢 我们可否接入深圳的心 什么时候之后呢 中间做了很多协调的工作 亦是政府也很帮忙 中央也很帮忙 深圳也很帮忙 深圳也很帮忙 一判断到这个 深圳没有用 你们香港需要 我们如何经过海关 经过卫生署 经过医卫局 经过国内卫健委 各种部门 和这个移植的中心 去突批 将这些东西可以 过来香港 看就很简单 其实背后 我都几晚睡 真的不简单 你刚才说 国内的医疗 多数是供应 在这方面 你觉得 我们每一个行业 尤其是生物科技 或者医疗的产业 你觉得前面的发展 你发展那么多好的东西 都要有一个成果 或者有一个商机 在那里 如何可以 未来 只是国家去做 那会不会 等于我们香港 又有私营的医疗机构 他也鼓励私营的发展 叫做民营 社会扮衣 因为他觉得完全 依赖了公营 是不行的 如果能够 一些社会资本扮衣 我便收得贵一些 我配医保 因为现在国内 已经有大批中产的人 出来了 他没有钱 但我哪里去看医生 以前都跑来香港 国内开始发展到 一些这些 有些的 但也不够多 现在有很多不同 上海也有 北京也有 但也未够 行业聚力 仍然不够多 所以空间很多 Anthony 我们厂商会 包括我自己 很多都会开拓 这些内地的生意 现在在说内巡华 内销市场 是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市场的秘诀 可以和我们分量一下 如何借下你的招 来打开内地的市场 另外 我们觉得 香港的一个医疗行业 如果开拓内地的市场 最难的 是在哪里呢 譬如 听说 在内地当局 禁止生物样本 和医疗的数据 出入境 是否都是其中 一样很大的挑战 这个 我们分开 真正一国两制 内地还内地 内地 浙江去广东省都没问题 但是以前来香港是有问题的 这些生物数据 因为这些是国家安全 如果记得是2019年11月 出了16条 就是大湾区 优惠维港政策 里面有两条 我都用尽很多力 才去写进去 就是 让本可以过河 以前进去就可以 出来不行 现在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大政策 然后怎么执行 心脏都可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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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 现在是可以的 当然 这是一个大政策 现在就开始一层一层落地 Ander 大家都很同意 就是香港的医疗质数 很高 都十分之好 也很严谨 我们做事态度很认真 是 我们看到内地近年的发展 亦都很快 刚才你所说的 例如 看病或整个流程 都是很数码化的 现在科学化发达 你会怎样比较 两地医疗呢 而内地有些什么地方 是特别值得我们香港借镜的呢 它那个智能化 新的医院 叹为观止 譬如 你那个天壇医院 新的医院 你进去 你不觉得进了医院 你不会见到人 但是全部都是 face recognition 碰那样碰那样 碰那样 只能看到一张很干净的医院 这些就是香港要学的 但香港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医院比较旧 所以政府都拨很多钱去重建 重建出来的应会好很多 别说以后了 再说过去 全香港马例医院 我们的龙头医院 八十多年了 你见到你都觉得 真是很惨 因为内地有地方 你马例医院最大的问题 你几个手术室分在几层楼 新的设计不可能 手术室一定是一层楼 你由消毒好 很传染好 和方便医生 我曾经 因为初初去做医公主席的时候 我就是医生 我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在马例医院的手术室 一个月 一个星期 去看发生什么事 例如一个大的名医 在这里开手术 突然有一件很急的事 他要去做 他要出去 整套衣服都过了 然后跑去第二栋楼 再穿衣服 这就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可以在隔壁 马例没有办法 一个小医院一路扩张上来 所以现在开始重建马例 你看回来 威尔斯新的设计 整个流程很多 张军武医院其实很多人 但你不觉得很多人 因为流程的设计问题 你从这里进去 然后转到这里 去那里 或者病房设计 医生站在中间 周围病房 那些护士又容易照顾到病人 这些其实都是要做的 内地的智能化 香港始终设计方面 人家有地 还有可以后发制人 因为譬如马例 整个马例改革需要很多年 你情愿起我的新帕 没错 说起来 因为我在黄大仙地区工作 有一个叫做 黄大仙区的健康安全城市 提供一些 推广一些医疗的讯息 如何防范之未然 透过这个组织 其实我知道 这里是香港 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医疗都比较旧 医院都比较旧 有个项目 现在是启德 这里正在建的 一个新的医院 将来这个医院 我想会比较新一些 还有一个特别的 香港新的设计 你启德的儿童医院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你不觉得医院 他整个流程很多数码化 其实未来的医院 一定是数码化的 因为 你讲数码化之外 还有要想得很周到 譬如 老人家有个病房 如何去洗手间 如何去洗澡 你现在人口短缺 护士是短 难道找三个护士 或者找一些健康职业 去帮他搬去 但如果我设计的时候 上面有车子 我可以一个人吊下来 把病人吊上来 混去洗澡房 放在椅子上 洗澡 洗澡 这些很多东西 其实相亢无限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骄傲 因为在这样的小小的地方 能够提供这么优良的医疗体系服务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 我常常跟你说 现在全世界寿命最长就是香港 香港地方又小 住的地方又小 压力又大 工作时间长 我们为什么这么长 医疗系统很好 有赖你们医护介人员 出心出力 过去为香港市民打造一个 这么好优良的医疗系统 不是健康 刚才你说的最长寿的地方 对我们 对 好了 跟你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都有所启发 尤其是刚才说得这么详细 和这么细致 我们在结尾之前 可以说今天我们说得很开心 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未认知 和老朋友聊天特别开心 开心的时间很快会过去 特别是大家都认识了这么多年 很多年 无所不谈 是 是时候要和大家说一声拜拜 再次我们今天多谢Anthony 一年两集和我们讲解 有关香港的医疗和生物科技 医疗的产业等等 希望在Anthony的领导下 无论香港内地 以至我们国家 将我们的医疗体系 更加发挥到更高的层次 再创这个辉煌 亦都希望我们工业界的朋友 在未来可以更加有很多的合作 再次来到 多谢你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多谢大家 拜拜